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可以看到楼下正在施工 施工的时候声音会非常的大 如果再加上晚上有大货车来往 有汽车鸣笛 晚上难以顾睡 非常的麻烦 当噪音超过70分贝 就会使人的听力受损 就算是不超过70分贝 在这样的噪音环境下 也会使人感到心烦意乱 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今天就跟猫林一起来看一下吧 第一个最简单有效直接的方法呢 就是用隔音耳塞或者隔音耳机 我们将它捏一捏 然后塞进耳朵里面 这样呢不管我们是在工作 学习还是睡觉的时候 就能达到一个直接降噪的效果了 第二点 如果我们的阳台呢是这样开放式的 可以将它直接改装成 落地窗的款式 落地窗的材质呢我们选择中空的隔音玻璃 这样呢也能达到一个很好的隔音效果 当然如果你喜欢这样开放式的阳台 不愿意去改装呢 我们可以将客厅的这个推拉门 直接把玻璃材质换成中空的隔音玻璃 这样呢效果也是不错的 第三点我们可以将客厅或者卧室的窗帘呢 改换成这样隔音材质的窗帘 隔音材质的窗帘呢 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的厚重 隔音效果也是相当不错的 第四点我们可以在阳台上多种一些花花草草 改造成一个小花园 不光能够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 同时啊我们都知道这个花花草草呢 是能够吸附噪音的 这样呢也能达到一个很好的降噪效果 最后呢猫咪也要微信地提醒大家 平常我们不管是在买房还是租房的时候 最好是选择客厅面朝中庭的 这样会相对安静很多 当然了如果你手上的余钱足够多 直接换一个大房子 那是再好不过的了 你家里面的噪音大骂 你是用什么办法来解决的呢 欢迎在评论下方留言告诉我哦 我是猫妮 想了解更多新鲜有趣的小麦招 欢迎在评论下方顺手点一个关注吧 为 scratch 好 wall 餐 关 diese